铭记者为高尸炎教区身体状况没问题 确实有些伤人心 大家玩到本期的球员区 大家都知道中国南南多名球员被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杜峰也是非常紧急 从国内召唤了五名球员作为后骨球员 而其中就有高尸炎 但是刚刚发布的大门单之中 高尸炎却没能在国家队上涨 这次高尸炎已经是第二次落选了 那么高尸炎为何会落选呢 知名记者也是在微博表示 根据我的了解 高尸炎没有任何的生命问题 而且他之前和范子明也是国家队的成员 但是无法入选他真的不能一些 确实有点上人心了 而这次中国南南后补的成员也有后卫 不仅仅是高尸炎自己 所以跟位置是无关的 就拿姜伟泽来说 他在CV就是一个替补球员 论综合实力肯定是不如高尸炎 高尸炎能够单和带队 而姜伟泽只能跟着大腿混日子 现在高尸炎也是辽南南三后卫的独苗了 就算杜峰情烧高一样 辽南南的后卫也应该给一个名额 而相反球迷都知道广东南南的三后卫全部入选 而且杜峰在之前的发布会还表示 广东南的三后卫是不敢打不敢拼 明白的就是觉得 胡敏仙和须杰看见的怪物就不敢要求了 索性杜峰直接把杜峰的后卫全部去用 那么大家怎么看问题呢 希望大家点击观众也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